哎呦,大姨,不好意思啊,我那个大哥吓跑了,就谈好价了,让他转米,他转不过来了,说的,然后再给他打电话,吓得关机了,哎,这个大哥真有出息头啊, 咱们给这个大姨谈好了,是两千块钱啊,是不是大姨啊,两千块钱谈好了,那个大哥也开视频也要了,突然之前十年了,不知道去哪了啊,那个大哥,该打钱了又吓跑了,你说哎,我开个直播,你说真丢人,你让他再跑过,咱看,我把你卖出去吧,让他再跑过,看看他有喜欢的吗,这个,这个狗狗啊,这是大姨说的,是打了四针一秒是吧,打了四针一秒啊, 两千块钱真不贵了啊,我讲价,给他讲了留一下午,就一个多小时啊,跑了大姨,不要跑了,过来吧,让他跑过来吧,这个德西毒品啊,我以为简单介绍一下,可欢式了啊,德西毒品,来大姨啊,你放这顶啊,放个笼子上面用吧,我给,我给老铁介绍一下这个狗啊,看有没有愿意捡漏的啊,咱不提那个,那个大哥了啊,咱就提这条狗啊, 这是正宗的德西毒品啊,小公果,呃,现在是两个半月啊,八十多天了啊,你看他的脚掌这里啊,看啊,这都是说明他是纯种的代表啊,还有脚趾窝这里都是黑色的啊,毒品都是这样的,看到了吧,这还是一条小公果啊,看看,你看,后爪这里啊,还有前胸,你看,看这里啊,侧面啊, 这脸都凸出来,知道吧,这一块,这正宗的德西毒品,你这个确定是四成一秒,是不是,大姨啊,确定啊,您,大姨,你别生我气啊,不打购音乐可能签字,不打购音乐不能踩耳朵,对吧,对,大姨,马上要收菜要走了,我们光等这个大哥了,等了一个小时,再打电话也不接了, 哎呦,我算服那个大哥了,哎,行,大姨,你也别省我气,我还是想乘银,想把您卖,对吧,打问你一个多,是没回家,哎,真不好意思了,两年过一年,大姨已经让步让到,之前你的骨头卖多少钱,大姨,你说实话,我都快要买到三一天了,听到了吧,今天就最后一条了,认识我,才给我这个价格,哎呦,我是不好意思了,我家里面现在是没地方养骨,我如果有地方养骨的话,我就把你这条给收走了啊, 这个大姨说,买这条杜宾啊,是包活的啊,这个贴身短毛,脚掌,脚趾窝,各方面耳朵都捡得挺好的啊,看看,你看这姿态啊,看到了吧,多漂亮,哎呀,一个纯种的杜宾啊,得戏的,竟然这个大哥吓跑了,价格给谈好了,吓得不敢接电话了,嘿,真有意思,真有出息啊,来看看,漂亮吗这个,牙齿,好嘞,好嘞,好嘞,大姨啊, 但不好意思了啊,嗯,我打问你那个手台了,呃,咱今天就到这里啊,来关注一下,我给咱自家粉丝讲啊,如果你想要啊,联系我,把这条给拿下,绝对合适啊,二十米啊,二十米啊,来关注一下啊